科文哲主張多元管道培育雙語師肢 包括教師聯合真神 工衛生的培育 現行現職老師的培訓 還有外籍老師的甄選 我會免費提供國中小線上線下雙語教材 來彌補城鄉落差 我會關注弱勢 提倡教育平權 我們成立早期教育委員會 來整合教育 社福衛生機關對0到6歲有身心障礙的血統 配合早療 輔導 教育 另外要延續台北市的政策 有身心障礙的血統 應當配備給他 呼吸治療師和護理師 這樣才能夠完整照顧 我要建立AI智慧校園 落實網路平權 在這個時代 網路是人權 因此在全國的校園裡面 應當有光鮮網路 每個教室有free wi-fi 有85吋觸控螢幕 一師一載具 一生一平台 國小三年級以上 應當都要有iPad 我們的庫克雲網路教學 目前在台灣各縣市 還有國外一千多個橋校也在使用 我認為網路教學可以彌平城鄉落差 落實教育平權 AI人工智慧已經崛起 國中小要納入城市設計課程 高中職大專院校 要開設AI相關課程與學分 推動AI人才的培育計畫 我會將重高教 輕技職的教育政策 改成高教與技職並重 來強化產業銜接 解決學用漏差 我會制定國中小的營養午餐專法 來確保營養午餐的品質和食安 那對於弱勢血統 每一餐可以補助增加到75元 我會主動爭取2038亞運 以及各種國際賽事 甚至奧運在台灣舉行 來增加台灣的國際能見度